大家好 欢迎来到鼓动的声音 欢迎来到龙哥的直播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仲哥 这进来的朋友 请先帮仲哥按赞订阅加上留言好吗 我看这个聊天室 好像已经非常热闹 这个瑞宏 武安 文豪 武安 然后呢 对 然后还有那个 XX武安 对 这整个聊天室 是一整个非常热闹 所以请大家先帮我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那我们等一下后面的朋友 大家就来聊今天的行情 所以请在场内的 记得先帮仲哥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这位有好朋友说红豆 对 这边就是出来想 怎么没有人猜这个阿雅呢 阿雅也有唱红豆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红豆绿豆都是一个很健康食品 夏天到了我们要喝绿豆汤 可以消暑 对 那冬天就喝红豆汤 那现在呢 现在现在 整个暑假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嘎啦嘎啦 好不好 所以不管是红豆汤还是绿豆汤 或是嘎啦嘎啦 都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家族成员 一起来好好的赚 那近来的朋友呢 这边呢 除了帮仲哥按赞之外呢 还要请大家帮仲哥两个群组都做加入 这Light 是小老鼠 BBA 5820H Telgram是517168 那盘前盘中盘后提醒都放在Telgram里面 那月光宝盒会放在Light上面 所以呢 如果你想知道月光宝是哪一档啊 请大家一定要加入我的Light 那你想收到仲哥盘前的即时讯息 请大家就一定要加入这个Telegram 那如果你想跟仲哥私讯的 想跟仲哥儿女情长的 那就是请大家加入这个Light 那我们就是这两个军组一定要加入 再来是我个人频道YT 那YT要请大家扫描QR Code 帮仲哥订阅 那仲哥希望呢 这边是选情告急 目前仲哥只有1000个订阅数 希望大家可以帮仲哥尽快冲到2000以上好吗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QR Code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因为呢 我们帮大家抓到的转折点 真的是非常到位 所以你只要跟着仲哥 不管是你要做AI 仲哥带你做AI 你想做红家军 仲哥带你做红家军 你想做这个嘎啦嘎啦 仲哥带你转嘎啦嘎啦 你可以看到从今年 我们也不要说今年 其实我们已经准非常久 从去年准到现在 甚至从大青年准到现在 所以这个YT 个人频道 请大家要多帮仲哥去分享 那再来这是影片上架时间 那你来问呢 哥来回答 不知道大家都进来的没有 今天来的朋友请跟仲哥打这个招呼好吗 你来问呢 哥来回答呢 昨天有个好朋友问到 那其中呢 这个仲哥想跟这个惯喜好朋友讲 你坏坏 好吗 你真的是你坏坏 然后这个是小平同学 小平同学如果你再不拿鲁味来的话 我就可以拒绝回答 好吗 这个3356呢 待会我们来 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下好了 待会我们再回答惯喜这个问题 3356呢 仲哥认为呢 这个呢 不是我该赚的钱 所以呢 其实即便今天是反弹4% 仲哥也不太想去做买进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在先前就跟大家聊到 第二季电子股 除非我很有把握 不然的话我会尽量不碰 因为第二季的主流在哪边 在嘎啦嘎啦 所以这边呢 这边这个 其友 电子股 其实这种哥没有什么太大把握 我就尽量不要去碰 我会把重点放在嘎啦嘎啦 因为呢 嘎啦嘎啦就让你赚不完了 而且嘎啦嘎啦 这么这么热闹 你为什么要去放在 把资金放在一个 没有什么太大效益的地方呢 所以这边请你好好跟着这种哥 放在嘎啦嘎啦 所以呢 其友 目前来看的话 今天反弹 反弹这种哥也不会想去追 因为呢 就先论线来看的话 昨天的长黑K棒 还没有 还没有去做吞噬 那这种形态 其实这种哥就没有很喜欢了 除非呢 你又接到什么大大消息 比如说你接到这个董事长 跟你讲说这档股票 我会上看200块 那请小朋友同学一定要跟我分享好吗 所以这里呢 如果要切入的话 我会等看看这一根的黑K棒 什么时候改变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把重心放在嘎啦嘎啦上面 那再来回答惯喜这位好朋友 那他说呢 昨天大跌 都没有人来留言 那他就放心了 那其实不满不满您说 也不满大家说 其实这种哥也很放心 好吗 所以今天的直播 我们有三个重点 好吧 三个重点 就是请进来的朋友 你这边可以帮这种哥留言 加一 加二 加三 那加一什么呢 就是谢谢龙哥 这个AI或是科技股 高档有限获利调节 所以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而且呢 把获利放口袋之后 又跟着重哥来去布局 嘎啦嘎啦 那昨天跌600点 那留言加二就是呢 昨天跌600点 真的是怕多人 那只好继续买进 嘎啦嘎啦来压压金 那第三点就是呢 天黑请闭眼 我就盖牌不看了 那不知道投票 你现在是哪三点 哪一个状态 那你可以帮众哥在影片下方留言 加一 加二 加三 那我相信 假如你长期追踪我的节目 或者是你是我的家族成员的话 我相信呢 你应该是留言 加一 加二 那加三可能就是 你可能要再持续追踪这种歌 因为你可能就不是我的家族成员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023219933 跟着家族成员一起来好好的赚 对 所以你看看没关系 直接跟着这种歌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再来呢 这边呢 赶紧赶紧赶紧去旅行 我们要开始来回答 大家的相关问题了 因为呢 AI有限获利调节 这个我们已经讲 很多次了 重点是 今天的嘎啦嘎啦 这个绿电族群 是全面性的喷出 那你昨天有加码的话 我相信呢 你看这种歌 兴奋到都烧香啊 所以这边 如果你有加码的话 请在影片下方 跟这种歌分享你 获利的喜悦好吗 跟着嘎啦嘎啦去旅行 那其实呢 我们已经从二月 三月 四月 跟大家追踪到现在 那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这张表呢 非常重要 请你记得 这个发电 现在的 中歌其实没有这么爱 那中歌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在配电 售电这一块 那配电其实我们在过去 就跟大家聊到 这是涨势ING 很多人觉得 这重电 涨了这么高 或是电线电缆 涨了这么高 那不敢去追 那我觉得你不敢追话 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 因为毕竟是 人性嘛 所以 中歌觉得说 如果你不敢追话 那你可以去布局 售电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资金呢 已经有开始 外移到这一块 那配电这一块 这种东西会建议大家 你可以等待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低 那这在场内的朋友 你可以留意的 这个是 当开始出现一个 捷径讯号的时候 就开始要做一个获利下策 所以现阶段 请你记得 配电 涨势ING 不敢追的 你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售电这一块 因为资金是一磅接一磅 你可以看到 先涨配电 先涨发电 那你可以看到 这四季刚 这去年是多么的腰 你可以看到四季刚 去年是多么的腰 所以配电 发电涨完了 再涨配电 再是涨售电 所以配电 你不敢追的 你一定要好好去留意 售电这一块 所以这个顺序 请大家好好的把它放在心中 因为我相信 再过没多久 这个就会广为流传 因为就开始会有人来 把这些这种想法 对 当作是自己的分析 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要不得的 所以这边就请大家好好 把这个放在心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昨天 昨天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桃园跳电 有没有 桃园跳电 那现在才几月 现在才四月 那你接下来六七八月该怎么办 这个暑假是越来越热的 所以昨天桃园跳电 我相信绝对不是 呃绝对不是一个突然 或是只是单一事件 它接下来呢 可能会什么 可能还会有个什么 松鼠又破坏的电线 或是小鸟又咬断了这个电线 我跟大家讲 今年暑假一定呢 是缺电停电 是多灾多难 对会还到整个暑假 所以你要去留意 暑假 就是看这个绿电好吗 所以这边呢 这个桃园的好朋友 呃我这边停电 钟哥对你感同身受 但是就交易者来讲的话 我才不管这个呃呃发生什么事情 我只管哪边有赚钱的机会 所以就交易者来讲 我不会管说啊 这绿电什么呃 什么非核家园 还是什么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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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支持核能的 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 绿电呢 是可以让你赚到钱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里呃 哪边有赚钱的机会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现在四月五六七 甚至到八月 我觉得Q2的主流 就是看绿电了 那这个我们已经讲非常多次了 是 从二月 二月我就跟大家聊到 这个呃 资金开始转 呃转向这个防御性个股 那AI是主流 但是呢 短期上绿哥不想去碰 因为呢 嗯 这边老AI的掌势 或许会在下半年 其实我早在 呃 二月十九号的时候跟大家聊到 因为 AI server 要大量出货 也是下半年的事情呢 这里请你记得 AI跑得慢的 要记得关灯 所以我们在当时呢 就已经开始把资金呢 转向防御性的个股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哥 眼光总是看得特别远 你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吧 这顺利是不是很好 对 是你就冷消化太冷了 好吧 你这是专心的 专心的帮这种哥带来流量就好了 这个呢 你想站在巨人的肩膀 好吧 这种哥这里 让大家靠好吗 所以啊 这边呢 二月我们已经开始把资金呢 转向防御性个股 军工 车用 生技 还有绿电 隐形产业冠冠军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应该都有跟上 因为这段时间呢 非常的充裕 你都可以跟着我们交流成员 一起来好好地赚 那这是3月4号的产业周报 我们已经连续连续两个月都跟大家去做聊到 所以请你好好去留一下 接下来瘦店这一块 那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引擎王者科技股强短鸿海 然后这边呢 绿能呢 跟大家分享中兴电 还有分享这药盛 还有这一档 这一档 这个有拿到的朋友 这种哥真的建议你 要好好去看一下他的资金流向 我觉得也该轮到他了 所以拿到朋友 请赶紧呢 赶紧呢 去留一下这一档的资金流向 那这个资料已经绝版了 你没有拿到了 就请你拨打 0223219933 跟着这种哥一起来 好好的赚这一档 那我们除了隐形王者之外 还有跟大家分享 赶紧赶紧资料 那中间有一档股票 这个今天呢 已经正式获利攻三层了 好没有 我们军工的中光店 这边赚40% 然后呢 这边呢 绿定了这个 6873的红德人员 这边也获利攻三层 有没有 这种哥这边都不是叫你报半年 或是叫你报一整年 这个都是最近才刚刚开始发生的事情 所以今天中芯店呢 这边亮灯涨定板之后 我觉得呢 这边呢 这种店呢 还没有走完 现在这中芯店呢 或是我们可以看到1519的华城 那甚至市店 今天是表现非常亮眼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没有走完 这里我觉得有点像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有点像是2021年的货柜航运 有没有 货柜航运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是那么的腰 有没有 当时是在预期什么呢 这运价会持续的往上涨 运价会持续往上涨 那这边就是大家觉得 怎么可能会长成这样 航运股门长龙耶 扬名耶 怎么可能会长成这样 结果他就一路的嘎空 一路的嘎到爆 那什么时候出现爆点 在仲哥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小弟我本人 在这个六七月的时候 有提醒大家 你要弃船转车 这边我们请 这边我们请这个小平同学 因为小平同学 已经追踪我好几年了 小平同学 你可以帮仲哥暂下一下吗 当时我提醒呢 这个货柜航运 你就不要追了 跟仲哥来去布局 这车用零组件 那当时我们有布局了 这个你请大家记得 在七月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布局了 借铃 2017年七月的时候 是长什么样子 长成这样子 也是翻倍 还有2481 中个印象非常深刻 2481七月 大概是长这样子 这一段也是让你赚翻倍 还有呢 这3707的汉蕾 当时也是这一段 让你去赚翻倍 虽然回过头来看一下重点 我觉得货柜航运 这重点呢 很像货柜航运这一段 这一段 那你千万不要看它不爽 就去预设高点 或是去 去做放空这动作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爆点 其实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你去看资金什么时候 开始涨到一些 阿萨布鲁的个股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我提醒大家 AI要小心 就是资金呢 已经开始跑到 阿萨布鲁的个股 虽然这个重点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兽电 今天红德人员是连七红 我们帮大家再算一次 1234567 连七红 今天创历史新高 我们这边还原全息 已经获利攻三成 那红德人员呢 我们除了在资料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之外 其实呢 还有在这个嘎嘎嘎资料 还有在古墓奇兵的月光宝盒 都有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刚刚聊到隐形王者的这个 隐形王者的这个资料 中心店跟这个耀胜嘛 中心店今天涨停了 耀胜今天也是大涨了7% 那昨天这种根呢 有进场去做一个加码 4月16号就在昨天 那为什么去做加码呢 因为呢 回撤月线收缴 我觉得出场点非常好抓 那我们就经常去做布局了 那今天呢 又顺利的去大涨这个期盘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点 再往前回退的话 这档这种根应该已经赚一倍或两倍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的9月 2022年是空头年哦 这种根有大家布局这些股票 那这些股票后来都也都有往上涨 那其中一档呢 就是3207要胜 我记得当时大概四五十块左右而已 那其实我们一路报到去年的3月 那为什么去年3月是做一个拔档呢 最主要原因在这边 就是股价开始反映中国市场不如预期 因为呢 中国就是在这之前是做一个封城状态嘛 所以它呈现一个紧缩 那我们这边是做一个获利拔档 那你可以看到 营收的确是一路的往下掉 直到今年一二月 营收重拾成长动能的时候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开始重拾成长动能 这种根才回头去做布局 所以耀胜 我们已经真的帮大家追踪非常久了 那只要你追踪我的群组看我的资料 这边你都可以赚到钱 但是呢如果你赚不到的话 有人可能就是觉得怎么 好像是今天拿到资料 就马上要赚涨停板 虽然我的资料也常常这样子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资料好像没有什么用 就把它卖掉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情节的话 我觉得你拨打电话进来跟着我们会比较快 023219233今天直播你打电话进来了 这种根可以再 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 好吗 这个是直播才有优惠 那但是请大家要记得按赞加一加二加三 好不好 朋友大概都已经进来了 那这边呢 我们就开始 待会儿开始来回答大家问题 请让这种哥快速的把它讲完好不好 因为今天很重要 这种哥一定要 呃 臭屁一下 对我们平常都是很低调 这种哥今天一定要好好大力的臭屁一下 因为呢 发电 配电 售电 今天售电呢 这红德人员已经 呃 这赚三十几%了 那除了红德人员之外 其实还有一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档呢 我们也是从二月的时候就开始去做布局了 这档股票呢 就是六八六九的云豹人员 今天呢 也是创了一个短告 但这种哥知道 这种哥绝对知道 嗯 就是呢 红德人员 云豹人员 因为他是创新版 个股创新版 可能有一些朋友 不能买 这种哥知道 所以呢 这种哥就呃 大家带一些少数的朋友 经常去买这些个股 那这些不能买的朋友怎么办 我们带大家去布局 GalaGala 那跟着GalaGala去旅行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GalaGala 目前站上关键价位也快发动了 所以呢 呃 这种哥觉得车快开了 你再不上车的话 真的会来不及 就要跑了 对你真的会来不及 所以请你赶紧拨打电话 0223219933 今天拨打明天就马上上车 后天呢 后天呢就马上赚涨一板 再后天呢 就是周末愉快 好不好 这边就是请大家 赶紧的跟上布局这档 GalaGala 那这边呢 呃 这边接下来绿人呢 还会布局这档 呃 富贵角 所以整个夏天我觉得都是在往绿店跑 所以富贵角 富贵角灯塔 到底是哪一档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富贵角 这种哥目前呢 呃 搜集了极南点 极南点就是这个 呃 在墾丁 诶 诶 我忘记了 诶 是鹅兰笔吗 然后呢 极东点 极东点 这种哥也有收集到 极东点是在贡寮那边 然后 鲍鱼很好吃 而且是火的 然后你就看到火 那你放在这个烤盘上 那劈里啪啦 然后它从 火蹦乱跳到不会动 然后到 嗯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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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残忍 但是真的很好吃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走一走 那极北点呢 就是这个 极北点就是这个 就是呢 富贵角 请大家要啊 好好跟着仲哥来 呃 来好好的布局 接下来的绿店 我觉得整个绿店就是 Q2的重点了 所以下一站回家吧 孩子 赶紧拨打电话进来 仲哥呢 已经开着运超车来站你了 已经快要发车了 对 再不上车了 你是真的来不及了 这个已经 已经麦克麦克拉巴拉巴了 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进来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AI有限互力调节 那我们跟大家来到嘛 AI跑的慢的 请你记得关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仲哥帮大家节奏抓的这么好 请你卖在高点 AI卖在高点 绿能买在低点 这种分析师你要哪里找 还不赶快帮仲哥按赞 那这个除了科技股 中个短线上不想碰的原因 就是这个免债殖利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债 因为如果来到5%的话 那时间起来到5% 我觉得科技股评价压力会非常大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 科技股我会小心谨慎再谨慎 所以今天有很多科技股反弹 我觉得或许你要找一些机会 可以站在麦当 因为有的反弹上来 也来到压力点了 时间关系我要把把这些 把这些时间留给各位好朋友 然后跟大家最后提一下 从贪婪到恐慌 也不过就几天的事情 昨天39今天36 我觉得这个市场情绪 对我们非常的有利 就是当大家都 大家都不看盘的时候 盖牌不看的时候 中哥就放心了好吗 当大家都很贪婪的时候 我就提醒大家 AI要小心了好吗 所以你要小心还是放心 就是在你的一面之间 那只要你跟上 我相信呢 你都可以跟着我们赚到钱 那最后聊一下大盘 大盘就是今天的一个红黑棒 那这个红黑棒 中哥其实还没有很放心 因为呢 这边月线还没有站上 中哥希望呢 接下来可以尽快站上月线 站上月线呢 就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整理形态 那如果站不上 那我觉得整理的时间可能 就会拉长一点 而且甚至有可能会回撤这个季线 那回撤季线 我觉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点位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如果回挡抓个5%到10% 其实就是一个 刚好回撤到一个季线的位置 那你觉得5%到10%很严重吗 我觉得也还好吧 这个加群指数已经从 这1万2 然后这样一路涨到2万点 2万点 所以这已经涨了涨了多少 涨了四五十%有了吧 涨了四五十% 回挡10% 我觉得不过分 而且进入熊市的条件是什么 回挡20% 所以这里 我还是认为只是涨多回挡而已 但是一样请大家 不追价 找拐点 上半年行情我乐观看待 但是下半年 我会谨慎看待 高利率对经济带来冲击 好啦 我就把时间留给各位好朋友了 我把时间留给各位好朋友 然后呢这边就是有问题的 请你尽管提出来好吗 有留言加1加2加3的 我会优先回答 那有留言这种歌很帅的 这种歌一定给你一张枪位卡 好不好 好 然后 好 那个方小平同学是不是 小平同学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帮这种歌验证 我是有请大家 长龙 这个长龙卖在高点 然后当时弃船 弃船 然后改做这个测用电子 那我相信你也可以帮这种歌验证 我有没有叫大家AI要跑 我相信这小平同学一定可以帮这种歌好好验证 邱哥应该也可以 邱哥也追踪我蛮久 那这个长龙 这种歌我一直刚刚的看法 电子股呢我会尽量尽量就是 除非我很有把握 那不然的话我会尽量补碰 那长龙呢 这台虹呢 台虹这形态我觉得还OK 那筹码也蛮漂亮 那就是祝福邱哥有机会可以赚道歉 对不过这边我会比较期待说 这边的区间板压 看能不能尽快站上 不然的话我觉得 呃他应该还是比较偏向一个短线 呃如果有反弹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站在卖方 除非是你的电话线非常粗 不然软板 软板我觉得 嗯 邱哥没有太期待 软板应该已经很久没涨 而且重点是 他有个软字 好吗 软字 邱哥就不喜欢 对 邱哥好像发音没有很标准 是日乌安卵 好不管 就是 就是电子股最近 邱哥会稍微 稍微谨慎一下 然后呢 呃 呃 龙哥好帅 红豆 红豆 5292的华帽 欸我记得这档好像有人问过的样子 华帽这档 邱哥形态上来看的话 就是回 回测到起场点 那你在场内的 可以续报 那如果没在场内的话 邱哥应该会等一下 看一下 环保工程 哦 环保工程 邱哥就有点兴趣了 哦 嗯 资长邱哥回去研究一下 再跟大家做分享 但就形态来看的话 邱哥目前呢 是不打算做切入的 但是呢 他是有环保工程 嗯 邱哥就有点兴趣了 因为今天环保工程 都是涨上去 所以我会去留意一下 那目前呢 邱哥不急 那我会去追踪一下资金流向 所以呢 嗯 这个华 呃华呢 你可以 可以 呃 瑞宏可以去追踪一下 呃 呃 我们看一下 加阿龙 加阿龙 加阿龙其实这种歌 嗯 不喜欢 你可以看到三菱水 三菱水就是做水资源的 国桶也是水资源的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循环性产业 好 我这边要谢谢瑞宏 这位好朋友 我回去一定会好好研究 所以我觉得你来问哥来回答 就是这样子 呃 我们保持对互动关系 也许你看到我没看到的 我看到你没注意到 嗯 那这是一个很棒的良善循环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个循环 你要让它持续下去的话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帮这种歌按赞订阅加分享 好吗 好 然后呢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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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过分了 这瑞宏去买了肉圆跟清水米糕 这 嗯 太过分了 你有你有顺便买那个清水茶香吗 我以前 我以前都会 呃 顺便再买一杯清水茶香的绿豆沙加牛奶加珍珠 哦 好 好 就 我不会唱 所以瑞宏是清水人是吗 对 我老婆是龙井人 然后呢 就是华通 华通后续怎么看 华通呢 这种歌 帮大家 call out子燕来回答好了 上次呢 子燕说这个 呃 跟他是陌生人 就长了这一段 那现在 呃 这种歌据这种歌了解 还是很陌生 所以目前这种歌 觉得他应该还有机会 那 嗯 但是这种歌已经先拔打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种歌 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大概是卖 卖在 卖在这附近吧 卖在 呃月线之上 大概在这里 那这里上涨跟我也没关系 我大概卖在这里 那为什么要卖呢 因为呢 我觉得 资金不在电子 而且殖利率已经来到 5%以上 所以我选择呢 先做一个 把资金收回来 是 把这 这一段赚到的先帮到口袋 那如果后续 后续 比如说他营收 呃开得非常漂亮 那 因为 这个低轨卫星 还有折叠机 如果说他营收是很漂亮的话 改变这个区间 也许种歌会再买回来 那如果你现在 在场内的 我觉得你就抓季线当做你的防守点 那如果是空手的话 其实你可以跟众哥一样 不急的切入好吗 嗯 嗯 然后呢 云豹人员也许说资产要有200万 这文豪哥你真是太客气了 你跟我讲说没有200万 有一个 没关系 没有200万 没关系 好不好 你还有一档嘎啦嘎啦可以赚 那这档嘎啦嘎啦到底是谁呢 就请大家拨打 02 2321 9933 跟着志龙哥 6189的封印 好 那6189的封印是不是 对 他有发可转载 但是我觉得可转载好像是炒完的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6189是 看起来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那这段应该是 这 这段应该是那时候在炒高值率吧 但是炒到最后 其实投信也没有进场 所以这里呢 我觉得 从CP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还没有炒完 那如果是我的话 在场内的 我觉得可以续报 空手的 我觉得也可以切入 但是防守点 我觉得就抓月线就可以了 整个形态我觉得还行 还行 但是 但是仲哥还是那句话 请大家现在记得 电子股要很谨慎 要很小心 我已经强调非常多撤 那你可以跟着仲哥好好来布局绿电 或者是你想强短电子 真的想强短电子 真的想强短电子 真的仲哥 我手好眼 我想强短电子股 那你可以跟着仲哥好吗 这个仲哥带你买 买鸿海 带你买光达 带你买技嘉 好吧 这些买点 我们到时候都会来 跟大家好好做分享 现在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科技股 大概只有剩下 水冷散热双红 还是非常强势 今天大涨8% 那整个形态 其实都没有往下破低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从没有到有 它的股价会最有爆发力 未来水冷散热 会全面取代气冷散热 那当然仲哥这里 叫我再带你去买800块双红 或许仲哥也会有点点犹豫 那因为对我来说 这最好的直辨那一段 已经过去了 已经从100多块涨到800多块 那接下来会不会翻 涨到1000涨5倍 仲哥就是抱着 抱着 那手挺一点就好 那这里我不敢叫大家去追 因为直辨的那一段 我觉得已经过了 那这里我想带大家去买了什么 也是从没有到有的嘎啦嘎啦 好不好 因为从没有到有 股价才会像双红这样子 这么喷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嘎啦嘎啦最近都还没发动 那我要跟大家讲 那你一定呢 没有跟着这种歌来操作双红 因为双红这一段 也是盘整了很久 那最后这么喷 那盘整了这么久 那我觉得这里都是一个很好的上车点 那这嘎啦嘎啦 会不会像双红盘这么久 我觉得不一定 不会 或是maybe 这个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4月5月6月7月 这个电价只会越来越贵 天气只会越来越热 那只要一停电 一停电 马上钱了 一定是要去的电 钱就马上跑到这个嘎啦嘎啦 所以就请大家去留下 那我应该都有 我应该都有回答到大家相关的问题 最后一条 问到一个姓景 姓景呢其实这种歌先前有跟大家说到 这直辩这一段 我觉得最好的那一段已经过去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你真的很看好折叠计划 我建议你 看富士达 那或是看 赵立 因为你去想 这一部的领头是谁 其实是赵立 跟这个富士达 那姓景只是跟 跟风的风口珠 除非后续姓景有拿到什么大单 不然的话 折叠记忆体产 我会建议大家 你可以看一下 呃 赵立或是这个富士达 那当然最后提醒 电子股 还是要很小心 好啦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 就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仲哥一定会上来回答 大家相关问题 那更重要的是 请大家要帮仲哥按赞订阅 加上留言 发电配电收电很重要 那这 那如果你还没上车 请大家赶紧跟上仲哥的运超车好吗 这个仲哥开着运超车来载 那轿车专线呢 就在02 232191 9933 欢迎大家的呃 这跟上 然后加入 我们一起来赚五倍 嗯 直接翻倍了 好像挺好的哦 好啦 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记得哦 在底下留言 加一加二加三 然后甚至 隆哥都会在底下回答问题 那我们股东人生 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嗯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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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